如今的大众汽车也终于迎来了降价新高度 我们都知道在2023年大众超行 虽说也有降价但都是小幅度的 而这一次却是大幅度 并且以下两款都是热门轿车 名气都很大 保值率都很高 销量也都很火爆 第一款是大众保来 大众保来无论是名气还是销量 都是属于中上等的 只不过由于在外观方面 新款和老款车型变化并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人对于保来的新款车型 基本上都不会期待 但是如今2023款的大众保来 在价格方面做出了很大让步 官方指导价11万2到15万7 现在入门级车型无挡手动版本 约会之后仅需要7万多 自动挡也只需要8万多 配备爱信6VT辨识浆 搭配1.5升自然吸气发送机 动力不强但却省油耐用 而且大众保来所配备的爱信6VT辨识浆 终身免维护 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 省去了很多仰超成本 并且2023款的大众保来 在内饰配置空间方面的变化 还是挺让人喜欢的 超身尺寸有所增长 超长4米672 轴距长达2米688 而且配置方面也增加了不少 全系都是5个安全气囊起连 标配倒车影像 定速巡航 铝合金轮圈 遥控钥匙 LED自动打等等 对此大家会喜欢这款大众保来吗 第二款是大众朗翼 大众朗翼的知名度比大众保来高很多 并且在外观方面 大众朗翼要比大众保来更好看一些 更耐看一些 更大气一些 不过在外观尺寸 空间配置 动力方面 大众朗翼和大众保来 其实都是一样的 2023款和2024款的大众朗翼 车身长度达到了4米678 轴距长达2米688 与大众保来一模一样 窗内的实际承诺感觉也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就连动力方面也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目前2024款车型 大众朗翼并没有配备手动挡版本 全系都是自动挡 让人特别喜欢的是1.5升自然吸气版本 配备i-16VT变速箱 与大众保来一样都是终身免维护的 而且质量都相当可靠 现在价格优惠之后入门级仅需要8万多而已 如果你想考虑手动挡版本 那么可以开一看2023款的大众朗翼 优惠之后仅需要7万多 对此大家会喜欢如今的大众朗翼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